3月19日星期天上午 女儿和女婿陪同我们到 星巴克位于哥斯达里家的咖啡农场参观 先到附近的加油站加油 今天哥斯达里家最高标号的汽油 是每公升777克拉 和人民币9.23元 上午10点12分 到达阿拉乎埃拉省的阿尔萨西亚庄园 它坐落于哥斯达里家活跃的 波阿斯火山的山坡上 这里是星巴克全世界唯一的研究基地 哥斯达里家是中美洲咖啡生产技术 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同时它也是中美洲第一个 具有完整咖啡产业的国家 1821年 哥斯达里家脱离西班牙独立的时候 咖啡已经成了该国主要的农业出口产品 慕名前来农场游览观光的游客 来自世界各地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这些年纪录相比较 人们偶尚的农业 的明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位于海拔1300至1500米的火山脚下 有着肥沃的土地 在一年中有150天的降雨量为3000毫米 肥沃土地充沛的雨水保证了咖啡的质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农场工作人员给前来观光的游客介绍 咖啡从种植到加工的生产过程 农场里建有模拟热带雨林环境下生长的咖啡树 这是筛选咖啡豆的机器设备 筛选好的咖啡豆还要晾晒 烘焙好的咖啡豆在这里供游客选购加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